最漫长的一夜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尼希米记一章一至四节 十一节下至二章六节 以下是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回忆录 在阿达涉西黄執政第二十年的基斯留月 正当晚秋时分 我在书山的皇城里 我的一位兄弟哈拿尼来探望我 同来的还有其他几位刚从犹大来的人 我信问他们有关从秘魯之地归回的犹太人 及耶路撒冷的情况 他们对我说 那些归回犹大省的人处境不妙 他们遇到极大的麻烦和羞辱 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被拆毁 城门也被火烧掉了 我听到这些话 就坐下来哭泣 甚至一年几天都在悲哀禁食 并向天上的上帝祷告 那时我是皇的是酒大神 逆年早春 在亚达涉西王执政第二十年的尼撒月 我正在事后皇喝酒 我在他面前 向来没有露出过愁容 于是皇问我 为什么你看起来这样忧愁呢? 我看你不像有病 你一定是心中烦恼不安 那时我害怕极了 但我回答说 愿皇万岁 埋葬我祖先的那座城城了废墟 城门也被火烧毁了 我怎能不忧愁呢? 皇问我说 那我可以怎样帮你呢? 我就向天上的上帝祷告 然后回答 如果皇认为合意 如果你的仆人成蒙皇的口爱 就请派我到犹大去 重见埋葬我祖先的那座城 那时皇坐在皇后身边 他问我 你要去多久 什么时候回来呢? 我告诉他我要去多久 皇就答应了我的请求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请你兼备的领袖一 尼希米知道有兄弟到过犹大 就立刻向他们打听故乡的情况 谁知那些从秘魯之地归回的同乡 遇到极大的麻烦和羞辱 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 城门也被火烧了 对尼希米而言 这些消息不是花边新闻 而是让他心灵大受震荡的恶号 他哭入悲哀了几天 在祈祷之后 尼希米才在适当的时机 采取回乡的行动 驱使我们转换工作 改变事奉纲位的会是什么呢 是更好的身丑 是更安舒的生活 或是像尼希米一样 是一份发自内心的情意 当然对自己的工作有感情 工作起来就特别有干净 不过又有多少人好像尼希米 愿意为心知所系的人 放下自己已有的工作呢 有一位弟兄在银行做行政人员 到了中年 仍然念念不忘自己中外的设计工作 于是重新学习 再次在设计行业起步 有一位姐妹大学毕业之后 才发现自己原来渴望做护士 不惜重新投考护理科 希望来日有机会到偏远地区服侍人 他们都好像尼希米一样 不是转换工作 而是心有所系 我们对使命有热情吗? 谢谢您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您在我们Facebook 留下您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